2020到2021口罩下的粉底 應該怎麼選 才可以保養肌膚又不沾口罩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像去年一整年 大家是不是都口罩不離身 我本來以為粉底 會在這個市場上衰落下去 沒想到其實粉底 還是一支獨秀 受到大家的歡迎 那今天呢我就來介紹 去年一整年到今年現在 有哪些保養型的輕感粉底 如何在戴口罩之下 清透又養肤喔 那我現在要介紹就是 比較養肤型的滋潤感的粉底 第一款呢就是雅詩藍帶的這個 粉保濕的粉底精華 那其實說到雅詩藍帶 大家都會想到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 粉持久的粉底液 可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是粉保濕的粉底液 因為就是像現在就是 天氣比較乾 那如果我們的皮膚一乾 再加上戴口罩 就是乾的皮膚 再加上乾的口罩 就會一直摩擦嘛 所以你的皮膚就會 非常的不吃妝 那粉保濕的這個粉底液 在去年上市 大概現在超過一年 它受到蠻大的歡迎 那我自己其實也蠻喜歡這一款的 因為它其實擦起來 真的蠻滋潤的 它點下去啊 蠻滋潤的 就是好像你再擦一個 保濕乳霜一樣 那它的重點就是它裡面啊 含有復活草的成分 那如果有看過我的節目 應該都知道 我之前有介紹復活草 復活草就是生長在那種 極地乾荒的一個植物 它平常就是看起來 像乾的稻草一樣 可是只要一滴水 它就會復活變成很綠 所以亞斯蘭黛的這個粉保濕的粉底液 它加了這個復活草的成分 所以一擦完之後 你的皮膚就會 保水度非常非常的滿 那像這個粉底液啊 就比較適合一般的皮膚 或者是乾燥型的肌膚 像很多人啊 它在冬天啊 鼻翼這個地方 或者是兩頰就很容易乾 乾到連妝都上不去 更何況還要再戴口罩 那這個粉保濕的這個粉底精華 它的那個爆水的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很適合冬天使用 那如果真的 你真的非常非常乾乾的 像沙漠一樣 它其實去年啊 也推一個真的滿厲害的 這個我自己最近也非常喜歡的 水波波的保濕妝前精華 就是在上底妝之前你可以擦 這個水波波的妝前保濕精華 它擠出來啊 是一種就是淡淡的 有帶點淡粉紅色的乳白色的一個質地 它裡面啊 其實還有玫瑰的珍珠 跟黃金的珍珠微粒 所以它可以平衡你的膚色 像我們亞洲人的皮膚呢 會比較暗沉 比較蠟黃 那它擦完之後呢 它就可以調整你的膚色 就會讓你膚色變得比較光 比較亮 那重點我要說 就是它是一個乳包水的質地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啊 它會越塗越水 越塗越水 就會有點像那種保濕霜 會爆水的感覺 所以它擦完之後 它的這個水分 進入到你的皮膚 你的皮膚裡面是非常的柔嫩 有水的 然後你再擦上粉底液 那你的底妝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妝 所以我覺得冬天 真的這個粉保濕的粉底液 再加上這個水波波的妝前精華 是可以陪伴大家度過寒冷乾燥的冬天 第二個啊我要介紹 資深糖的一個超淨化的光感緊緻粉底 那這個粉底液呢就是標榜 讓肌膚上有光又有水又可以緊緻 那我自己使用的是它擠出來很像精華液 就是在我們的臉上呢推的時候 真的很像在擦精華液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推 那像最近啊我也很喜歡用首腹上妝 所以就是首腹上妝可以讓我們的那個粉底液 比較更貼合肌膚 而且用量會比較省 那這個粉底有一個很厲害的科技 當粉底液擦在我們的肌膚上之後啊 可以就是隨著外面的光線去反映你皮膚的光 所以你只要外面有光照到你臉上 你的臉上就會反映出一個光 所以那個效果蠻好 再加上它有一點緊緻的效果 加上一些三毛矩的一些保養成分 所以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更有光澤 那如果很多人會覺得這種 比較滋潤型的養膚粉底 會不會就是擦在肌膚上有點滋潤感 它會很沾口罩 那他們其實也推出了一個就是一個蜜粉 所以你可以搭配蜜粉 那這個蜜粉其實是滋生糖有史以來 就是粉質最細幾乎像空氣一樣的粉 那月下最近就是很多人戴口罩 所以蜜粉的市場又回來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比較滋養型的清感粉餅 又想要讓你的皮膚就是看起來比較粉汙一點 所以我建議就是再擦上這種清感的蜜粉 是很好的搭配 第三格我要介紹就是加力寶這個淨化型的 就是全部都是大K加力寶的這個薄膜型的新的粉底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粉底 因為這個粉底真的擦起來也很輕 然後呢就是它真的能夠擦完之後 我要在肌膚上形成一種很輕薄很輕薄的薄膜 而且這個薄膜是你沒有感覺到擦上這個粉底 讓你的皮膚好像覺得沒有擦一樣 像我自己啊就是因為皮膚容易出油 其實有一些毛細孔是比較明顯的 那我覺得這個薄膜型的粉底 因為它的粒子很細 所以它的這個粉底啊它是可以就是順利去填補我們的毛細孔 像毛細孔如果很大的話啊 就是如果你擦粉底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打圓的方式 用打圓的方式把這些粉底液就是塞滿到你的那個毛細孔的縫縫裡面 這樣毛細孔就會被填平 就會看得比較不明顯了 那像我自己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我擦完這種粉底液的話 我想要讓它更吃妝的話 我雙手會這樣子摩擦 摩擦到一種熱度之後呢就是整個這樣子按壓我的臉頰 就像是在擦保養品一樣 這樣子你的粉底液就可以跟你的皮膚更吃妝更服貼 那你戴了口罩就算是多少的摩擦它也不會受影響 所以這個加利寶的這個新的粉底液我也非常的推薦 最後啊我要介紹的是這個雪花秀的這個柔膠的精華粉底 那其實雪花秀大家都之前都很喜歡用他們的那個氣墊粉餅嘛 那我自己也蠻喜歡他們家氣墊粉餅 那雪花秀的這款新的保養粉底啊 它很厲害就是它的用量只要一點點 聽他們品牌說你每次用這個疾管你不用壓到底 大概壓三分之二 你就可以塗擦全臉了 那我覺得現在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說口罩疫情 所以大家的粉底液的用量真的可以減少 因為你看這麼一點點它其實真的是可以推完到全臉 它的靈感來源是那種韓紙 就是韓國的一種紙張很輕薄很薄透 然後呢很輕而且它很容易延展開來 所以你看我剛剛其實真的只壓一點點 我可以整個手背然後整個插到整個那個大面積的延展 它真的是很輕很輕 它也放了很多雪花秀的一些明星的保養成分 像他們最獨家的一些梅花精脆啊 很多的一些漢方的成分 所以擦在肌膚上皮膚也會就是很有光澤很保濕 像粉底液的市場很多元啊 我剛剛就介紹就是比較滋潤型的養膚型粉底 那其實氣墊粉餅跟日系的粉霜 還是在這個粉底的市場上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那很多人會想說那我戴著口罩 我還能適合擦氣墊嗎 其實也非常適合 就是你應該要怎麼選呢 第一個你要選擇的氣墊粉餅或者是粉霜 它要擦起來是有帶有霧面的質地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戴上了口罩 我要怎麼擦氣墊粉餅 就是其實你可以局部擦 因為你口罩戴上來嘛 其實露出來的大概就是你的額頭 額頭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其實你就是可以局部使用 那也不是說你臉部中間不要擦 臉部中間就是可以輕輕的戴過 口罩露出來的地方再擦多一點就好 那我第一個呢要介紹的氣墊粉餅是這個 大家剛剛看到就是我同事看到都覺得 哇你看有個大象在這邊的這個氣墊粉餅 那這是香提卡也是在去年推出的一個氣墊粉餅 其實香提卡應該是最早最早很早就推出就是環保愛地球的一個品牌 它們其實就是針對一些就是地球上面一些瀕臨絕種的動物 都非常非常的去花時間跟花金錢去保育它 像它們以前有出像保育蝴蝶啦或者是海龜啊 就直接把這些他們想要保育的動物放在他們的產品的設計上 然後呢這個產品的收益也會捐作這個保護動物的一個基金會 那這一款氣墊粉餅就是在支持肯亞的大象 如果大家喜歡香提卡的話應該都知道 它有一個未來肌膚的粉底霜是他們非常非常的明星產品 那這個產品大概已經出來應該有十幾年都沒有改過成分 它的那個保養的滋潤效果很好 那這個氣墊粉餅就是用那個未來肌膚的粉凝霜當成它的基底 再加上它們有一個保養系列是鑽石的保養系列 是它們的頂級系列 然後就是裡面有非常好的一些抗老化的功能啊 或者是抗污染或者是滋潤的成分 一起加在這個氣墊粉底裡面 那這一款氣墊粉餅擦起來就是會讓皮膚有點霧面的效果 不是像之前那種寒性很水光的感覺 那就是按壓嘛然後就是輕輕拍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霧面的效果蠻明顯的 不會有皮膚會有太多太多那種很水光奶油的效果 你看就是霧面的 那摸起來就是比較乾爽一點 就是跟以前的那種奶油的氣墊粉餅差蠻多的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像這樣的氣墊粉餅的質感 我覺得就算是戴上口罩也不容易暈染 效果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啊我要介紹的是這個Dior的精脆花蜜的氣墊粉餅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氣墊粉餅好像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對 因為它去年9月上市啊 它把它的氣墊粉餅變薄了 所以它就是變得比一般的氣墊粉餅還要輕薄 那因為像現在很多人使用氣墊的習慣也不太一樣 就是它在家可能會用一般的粉底液上妝 可是氣墊呢它是帶出去補妝用 那我就覺得這個就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非常的輕薄 那花蜜的這個再生的氣墊粉餅 它裡面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保養成分 那我自己很喜歡它的淡淡的玫瑰氣味 花蜜氣墊呢其實是專門為亞洲女生調的一些粉底的顏色 所以呢它可以平衡我們就是比較蠟黃的肌膚 所以展現比較紅潤的效果 就是會比較自然不會太死白 所以亞洲女生也蠻喜歡這一款氣墊粉餅的 再加上它淡淡的那種玫瑰的花蜜的氣味 我用這個補妝我好像臉上都會散發出一種淡淡的玫瑰香 我覺得這也蠻不錯的 像韓系有氣墊粉霜啊 像日本其實雖然也有氣墊粉霜 可是其實日本人我覺得他們也是民族性的關係 不想要像韓式的氣墊粉霜屈服 所以他們其實日本啊在去年推出了很多粉霜的質地 就是有點像是固態的粉底液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一個這種固態的 就是擦起來很像粉餅 可是它摸起來是濕的 那這個是伊利斯爾去年推出的一個聚焦粉霜 那它的質地啊它標榜是有點像深巧克力的質地 它其實很輕 你可以因為它是有點濕濕的深巧克力的質地 所以你可以輕拍或者是你用擦的方式都可以很好上妝 那我覺得日本人很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粉質都做得很細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不管你塗擦幾次補擦幾次 不斷的疊擦疊擦 它擦起來就是很輕薄 所以我覺得也很適合就是口罩下的肌膚 那它裡面啊也是就是有很多一些保養成分 然後遮瑕的效果也不錯 你看我像這樣子如果一直擦 我剛剛擦了一層再擦一層 其實它展現出來的效果就是很輕薄 不管你怎麼擦都很輕薄 如果有人要帶出去補妝就是那種鼻翼的小地方 這種比較濕的這種粉凝霜的質地 其實很好去做一些小地方的補妝 那就是下口罩就是皮膚很容易摩擦 有一些地方會不小心把粉底磨掉 那用這種粉凝霜來補妝是很好的選擇 最後一個啊也是日系出的這種粉凝霜 它是Lunasso的這個粉凝霜 就是那種固體又帶有濕潤的粉底液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現在這個季節 因為這個Lunasso的這個粉凝霜 裡面加了六種植物的精油 就是說如果你的皮膚很乾啊 其實你就是用這種粉凝霜 就是這樣擦一下 其實它也很好的很好上妝 就是它標榜它的那個擦上去的那種皮膚的質感 是帶有一點點淡淡的光澤 是有一點像那種植物天然的油光 可是不是那種奶油很滋潤的那種效果 所以我覺得也很適合冬天乾肌的人使用 以上就是我介紹今年口罩疫情下 還是要選擇的好用粉底液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